古乃人皇帝心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诛神 凭什么灭我大杀 就在刚刚 帝心凝聚人道法乡 一掌重创扬解 与此同时 天庭的旨意也传递给了激发他们 既然骤王赋予顽抗 那本王就率军攻下朝歌 不王不可啊 刚刚骤王那施展的神通 大家稍安勿躁 刚刚圣人传下法旨 骤王法相只对修饰有用 无法伤害普通人 只要破了昭歌城 骤王便不足为虑 传令下去 大军集结 本王亲自挂帅 进攻昭歌 无王为御 启禀大王 叛军正在调动大军 激发亲自挂帅 准备强攻我朝歌 听到激发要强攻 众人脸色大扁 大王 日渐我军牧业大败 只剩二十万大军 而八百诸侯 共计一百七十万余人马 陈建一旋挂冕战牌 再从长计议 陈叔爷 这还没打 竟然要求挂冕战牌了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呀 这特么还玩个屁呀 宿主 遇上苦恼了吧 神级选择系统 帮你忙 选项一 放弃吧 大伤没救了 继续回路台放火 一聊百聊 选项二 故意掌握人道之力 小小激发 也敢攻破孤的招歌 守城三天 会有逆天奖励 逆天奖励 你特么倒是说是啥呀 传令下去 准备迎战 孤要会会那激发小儿 一场守城大战即将展开 二十万守军分别被分在四个城门 每个城门只有区区五万大军 就这也想挡住我大周四十万大军 不自量力 相护 鬼手的轩辕坟三腰 可有解决方法 武王放心 哪吒 为后 雷阵子 你们三拿下他们 大胆妖孽 复复受死 鹅炸刚要动手 突然一道声音从昭歌城响起 鹅炸 看在你满亲的份上 独饶你这一次 给鼓滚 鹅炸被一掌拍飞 消失在空中 雷阵子 维护我们给鼓死 相父 这可如何是好 武王莫慌 我已经发现骤王法相 只能对付进入朝歌十里左右的修士 传令下去 各周侯军继续进攻 所有修士距离昭歌实力 相父 到底行不行啊 我现在很慌啊 武王放心 老臣刚起了一挂 我大周的天相主 今日必破昭歌 周王残暴 诸位破昭歌 诸周王 百万大军齐齐冲锋 只可惜没有修士相助 一靠近就被三只大妖打得溃不成军 一战受伤三十万士兵 相父 你不是说大周得天相助 优势在我吗 不对啊 华像确实显示天道在周不在周 老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可恶的地心 该死该死 另一边的酒间店主 阴伤众人士气大震 大王 小妖有一事不明 为何大王只准小妖三姐妹伤人 不能杀人呢 杀了他们 周军直接埋了就行 可伤了他们 周军还要给他们治疗 他们的惨叫声还能打击周军军心 一石三鸟 何乐而不为呢 大王英明 在大王的带领下 我大商定能击败叛军 还天下一个朗朗千坤 有姑在 没有哪个修士可以伤到你们 打几 你们三个妖力还能支撑多久 若没有修士捣乱 对付这些普通人 消耗病不大 若守住昭哥 孤留你们一命 谢大王 第二天 周军依旧毫无建设 反而又多了四十万伤病 激发听闻 直接吐血晕了过去 丞相 如今七十万大军失去战斗力 普通人哪是那些妖孽的对手 这仗还怎么打啊 武王吐血昏迷 丞相 实在不行 就请昆仑山仙人来吧 都闭嘴 黄神们 我大洲得天相助 优势在我 待老夫再起一挂 江子牙说完又起了一挂 可整个人都压麻呆住了